窗边的小豆豆和饭 校长先生带着小豆豆去学生们吃午饭的地方参观 校长先生告诉小豆豆 只有吃午饭的时候大家不在电车上 而是都集中到礼堂里 礼堂就在刚才小豆豆上来的石头台阶上 走进去一看 学生们正在吵吵嚷嚷的 忙着把桌子和椅子摆成一个大圆圈 小豆豆站在角落里看着 忽然他拉了拉校长先生的衣巾 问别的学生到哪去了 校长先生答道 这就是全部的学生了 全部小豆豆难以置信 因为这里的学生总共 也只有以前学校的一个班那么多 整个学校只有五十几个人吗 校长先生说 是啊 小豆豆越发觉得 这个学校无论什么地方都和原来的学校不一样 大家都做好以后 校长先生问 大家都把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带来了吗 带来了 学生们纷纷纷打开自己盒饭的盖子 让我瞧瞧 校长先生走进桌子围成的大圆圈里 一个一个的看学生们的盒饭 学生们笑着 大声说着话 非常热闹 什么是海的味道 山的味道呢 小豆豆非常奇怪 可是 无论如何 这所学校非常特别 非常有趣 没想到 吃午饭的时间也可以这么愉快 这么令人兴奋 一想到从明天起 自己也可以坐到桌子前 让校长先生看海的味道 山的味道的盒饭 小豆豆心里充满了快乐 开心的真想叫起来 正午的阳光柔和地停留在 忙着看盒饭的校长先生的肩膀上